各位666数位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明片 今天我想给大家提个想 那就是2020 地球已经从物质文明 进阶到了精神文明 你能跟得上 你就会越来越好 你跟不上 你的人生 有可能真的会堕落 就像KFK讲的一样 如果你能在2019年开始 把你的焦点从物质 转移到了心灵上 你未来会过得非常好 如果你还停留在物质上 你会一年不如一年 KFK给我们预言了一个 非常夸张的世界 他说人类到了2060年 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修行者 我们外在的这种物质的技术 没有怎么进步 但是我们内在的技术 内在修行的技术 完全进步了 甚至可以实现 意念的时空传说 而人类也再也不再纠结物质了 因为那全是假象 借假修真 借实修人 三维空间全是投影 四维空间全是真相 北大的刘峰教授 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一维是二维的投影 二维是三维的投影 三维是四维的投影 那我们人活在三维空间 我们是三维生物 但是我们的思想是四维的 是我们的思想决定了我们三维 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 就是思想的投影而已 那你想在三维空间 把三维空间这个事解决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三维空间 你只是看到投影 你怎么能解决呢 投影源在四维啊 你不进入精神世界 你怎么能把三维的事做好呢 今天周老师的手是三维的 在蜡烛下面 我投了一个影子出来 那个影子是二维的 那个影子你不想看 你把地板砸了都没有用 只需要我的手一收 那个影子就没有了 换句话讲 一维是二维的投影 二维是三维的投影 三维是四维的投影 我们活在三维世界 三维是物质的 但是你一定要明白 决定物质的是我们的思想 是我们的精神 是我们的意志 或者说我们的意念 或者说我们的潜意识 或者我们的高窝 所以必须要修行 必须要从三维空间 进入四维空间 就像此时此刻 如果用三维空间 来解决周老师当下的事 你解决不了 第一周老师很善良 我不想去维权 我的律师早都让我去起诉他们了 我说算了 不要起诉了 我从来不想去害人 我想与每一个人与人为善 第二 咱也起诉不过来 那随便一个评论都可以骂你 它不需要承担责任的 咱不像阿里巴巴一样 每一年 咱可以投资几个亿 开发一个疫情监测系统 一旦有人骂我们 马上就能找到新闻员 马上报警 马上抓人 咱做不到 咱没有那么大的实力 咱也没有那么好的政商关系 咱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人家养一帮律师团 就是专门打官司的 所以我也不想与人为敌 那你在三维空间 你就解决不了这个事 你就很难受 我这么付出 我这么努力 我的课程全免费 我就是想帮人 咋还不被别人理解呢 就很难受 很痛苦 而且你更气人的是什么 更气人的是 网上攻击周老师的 根本就没有听过周老师的课程 只是断章取义 而那些真真正正 听过周老师的课的人 都感恩周老师感恩的不得了 所以你骂你的全都是 不认识你的 有些人根本 他连周文强是谁都不知道 看着有人带节奏 他就往下跟替 全是这样的事的 你知道吗 所以再做到各位 在三维空间 我太痛苦 我太难受了 关键是不是骂我一个人 骂我一个人也算了 整个中国教育培育行业 而且这信心还能看到 我们那个行业群嘛 周老师不是发起了个行业联盟吗 一会儿这个老师发了一条 周老师这是骂你的 一会儿这个人发了一条 你还不登不看 你说气不气人 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周老师讲课 你说不可能没有口误 有些还真不是口误 是故意讲错 是为了一个效果 他都能骂你 找谁说理 在三维空间这样一讲 脑袋都炸掉 你知道吗 你起诉他 你还起诉不到 你还得找找他 他是个化名 对吧 他搞个抖音号 叫张二狗 你怎么起诉张二狗 你这人是谁呀 你起诉咱知道他真名了 咱得有他身份证号吧 或者有他公司 他没有 你咋弄 你还得找 你如果在三维空间 这事根本解决不了 那如果进入四维呢 瞬间解决 有人说周老师 我就不信了 你给我瞬间解决解决 进入四维 你就会告诉自己 任何事都有好的一面 我们活在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 有好就有坏 有坏就有好 那个硬币一定有两面 正面和负面 你总是看这件事情的负面 那就只能得到一个负面的结果 他还有好的一面啊 有人说了 周老师他骂你 怎么还有好的一面呢 有啊 第一骂我们的 是不是他在挑我们的毛病啊 挑我们毛病 他就会让我越来越谨慎 让我把我的课程 打得越来越完美 他相当于是 咱的免费的质点员呀 对不对 咱公司 做正规咱把咱公司做扎实 咱不怕他骂 对不对 第三 规范行业 行业里有几个害群之马 啊 就像牛奶行业 出来一家公司 做了三菊青鞍啊 就攻击整个行业 没关系 那对牛奶行业 短期看时间坏事 那长期看一定时间好事 咱规范行业 咱组织行业联盟 那如果没有这次骂 我哪有时间去跑 找这些当下培训界 凡是能够做到 两个亿以上的培训公司 我全部联盟了 那怎么能做到呢 我也没时间 没这个闲心雅致 去干这件事啊 认识了这么多的好朋友 对吧 这个行业越来越规范化了 挺好 那再往下说呢 更多了 他骂你 咱不就火了吗 对不对 哪个明星没有人骂 哪个企业家没有人骂 连任正非这样的人 都有人骂 连马云这样的人 都有人骂 你别说我了 任何一个出名的人 那都是毁誉参半 正常 那反而是 因为他骂咱 咱更火了 那不就这么回事吗 那还有明星 故意搞丑闻呢 还故意找自己丑闻呢 对不对 这不也挺好吗 火了以后 别人知道了周老师 知道了财商 哪怕他不跟我学习财商 他有可能跟别人学习财商 而且越火 他有可能 他还真来上上你的课 看一看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一来 咱不就把他折服了吗 对不对 那再往下看呢 再往下看也好 为啥呢 那让我能休息休息啊 我以前拼命干 拼命干 拼命干 反正反而因为这件事 我停下来了 我把公司梳理梳理 我去给公司做做培训 我梳理梳理我们的企业文化 我们马上 你看我们请了专业的HRVP 我们请了人力资源总裁 我们请了CHO 我们请了CFO 然后我们请了COO 我们请了几个专业的科目人才 全是在上市公司干过的 然后规范我们的团队 绩效考核 价值观考核 把整个阿里和华为的系统 全部落地 对吧 带着我的高管去华为学习 这都是以前不可能有的事 以前的厂排的那么满 现在咱能停下来了 咱把咱内部的产品打造好 对吧 而且你不是骂我吗 没关系 那我就把我其他讲师培养起来 周老师现在在做 培养内部讲师的事 在规范自己的公司 在梳理自己的产品 这不也挺好吗 让我们更强大 对不对 而且周老师决定给自己放个假 咱就出去游山玩水一下 咱平常还这么没时间 然后呢 第一 我出来要上几个课程 除了上这个三维空间的课 还要上四维空间的课 马上去找个地方 缠修一段时间 让我能够休息一下 咱就避过这个行业的风筒 这都是好处啊 所以这样一聊 你瞬间忽然开朗了吧 瞬间把坏事变好事吧 记住 发生在你身上的任何一件事 哪怕 你今天看它是个坏事 它都是个好事 那都是高我安排的 人生不就是一场游戏吗 你是自编自导自演吗 杜劫是为了让你升级吗 换代吗 对不对 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任何一件事 都是好事 都是在成就你的 写下这件事发生的十大好处 瞬间这件事从坏事变成好事 你看 又让周老师更强大了 对吧 多好 我觉得挺好 所以站在四位空间 再来看这个事 你就瞬间看清楚 人类需要觉醒 这更能够证明 KFK讲的预言是对的 到了2020年 人心裸露 好的人越来越好 坏的人越来越坏 群魔乱舞 而在这个时候 我们更加应该正其心 正其行 唤醒更多人 这愚昧吗 为什么吗 愚昧吗 更要拯救他 更要关爱他 更要感谢他 那不就这么回事吗 相信 今天周老师经历的这个坎 过个十年 二十年 你会发现 这根本就不是个事 对吧 今天看来是个事 明天看来都不是事 就像当年周老师 在17岁经历的磨难 22岁经历的磨难 23岁 25岁经历的磨难 对吧 咱做培训也做了九年了 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的磨难 都是一路向上 这个停下来 调整调整 也挺好 我觉得也挺好 真的 站在思维空间 你会发现 这都是好事 所以学习 周老师经历事 是怎么解决的 是怎么调整自己心态的 真的是这样子的 我就是当下 我就是这么想的 而且我准备出去 找我的老师 你看我天天辅导别人 那谁辅导我呀 那我也得找找我的老师 出去给我疏通疏通提升提升 我觉得挺好的 真的非常非常好 希望你们能够从周老师 解决自己身上问题的这个方法 能够得到你们自己的一些启示 最后 感谢所有的家人 我是周文强 我爱你 如同爱自己 感谢观看 未经许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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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否